目前我们安省已经逐步解封了 那每天的新增确诊也在下降当中 尽管这个数字并不一定确实 但是住院还有重症的人数是在稳定的减少 专家不断强调说这是打疫苗 还有大家齐心对抗疫情的结果 专家说打疫苗可以降低感染 降低重症还有死亡率 那么有数据支持吗 再过两个星期 基安省就要进入第二阶段解封了 我们可以有效控制疫情吗 我们请纽芬兰大学医学院 也是多伦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流行病学教授王培中 在今天的疫情更新专题中 跟大家一起关注 教授好 一周一周这样过也真的很快 那么专家这个穷尽一切的方法 鼓励人们打疫苗 说可以降低感染 降低重症 降低住院跟死亡率 那我们打了疫苗 上次教授你也说过 都是原始的病毒株 而现在流行的却是Omicron 那么有数据说支持专家的这个说法吗 打疫苗 是的 首先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这打疫苗确实是有用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 当然是多种这个因素的组合 但是最重要的因素 就应该是我们推出疫苗 大大的减少了发病 大大的减少了死亡 但是这个病毒株不断变化 疫苗的作用来相对保护力也在不断的变化 在前不久的美国疾控中心 也就是CDC 它公布了一组数据 主要来自于加州的 因为美国跟加纳不一样 它没有全国的医疗保健这么完善的系统 基于加州的数据 但是样本量是很大的 它这个结果有几个 其实大家已经想到的 这个现在的疫苗对Omicron的保护力 比以前的对Delta保护力要降低了 我们知道保护力Delta已经比原的 已经降低一块了 这是第一点重要发现 第二点就是这种保护力 随着不同年龄组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保护力最好是在年龄越高保护力越强 年龄越低保护力相对差了许多 这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年龄高它不打疫苗更危险 指明说这种意思 这就说明了疫苗对年轻人的保护力 没有我们想象的像老人这样的保护力这么强 所以年轻人本来感染的几率就低 冲向症状就低 保护力相对来讲又差了一些 所以在年轻人当中是不是推出 更严格的说是有没有这种必要 就是提出这个问题 OK 那么CDC对接种疫苗 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们要打第三针吗 要打第四针吗 要打Omicron吗 其实我们推出医疗政策来讲 是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很长的论证 不会根据一个研究结果就会改变 即使这个证据确凿 而且还得需要辩论讨论才能做 现在美国推出 他依旧建议12岁以上的应该建议考虑打加强行针 是这样的一个建议 加拿大卫生部跟他的建议有些区别 区别我们加拿大是18岁以上的人 就是可以打 但是强烈建议50岁以上的成人 特别是有慢性病 我们更应该打是这么一个建议 也就是说18岁以上 20多岁的年轻人你可以打 但是并不是必须得打 如果你超过50岁又有慢性疾病 就是打加强针还是非常必要的 是 安省马上要第二阶段解封了 就是说我们对这个Omicron 还有这个新冠疫情又有哪一些了解了 非常及时问题 其实前几天大家有些关注这些 已经关注到了 我们做了一个人体的挑 不是我们做了 英国公布了一个人体挑战的研究 因为我们现在研究数据 就是根据观察来讲 观察的数据 观察会有偏差的 比如说我们没法掌握准确的时间 准确的剂量 准确的症状 没法做 他们recruit了36个18岁到30岁的年轻的健康人 他们有意识的 他们没接种疫苗 也没感染过 有意识的拿特异性的接种疫苗 不 接种病毒让他们感染 然后观察他们会发生什么 观察时间的两星期 就是阳哥观察两星期 有几个重要的发现 我就没有这么多时间展开讲 我们讲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潜伏期比我们原先认知的要短了很多 比如说你们前经常说五天六天才有感染性 这个研究表明实际上最早可以从42小时 就是感染以后不到两天时间就有传染性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它五天可以达到高峰 一般来讲到了九天以后最长不超过12天 这是基本就没有传染力 很多还有其他的研究结果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来讲也说明如果一旦接触了及时的隔离的重要性 OK 那么在这一组这些研究受试者里面有没有看到他们的症状会有多严重 因为他毕竟是年轻人 对 这一组它做了36个人 实际感染之后18个人发病 另外一半的人没有发病 在这发病的人当中 就是发病我说的就是感染实际上 有16个人出现症状 症状跟我们一观察的都是以前报道差不多 就是相对比较 因为年轻人比较轻一些的 另外13个人出现了这个味觉嗅觉的这个消失 但是多数都是在三个月以内恢复 因为观察时间比较长 还有三个在三个月的时候还没有恢复 但是说一点 因为这个实验是在Omicron以前做的 新的Omicron是不是有类似的结果 我想偏差不是很大 但是嗅觉味觉消失这块可能就没有这么高的比例 甚至就很少很少 是 那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 谢谢教授 谢谢您跟我们的分析 非常宝贵 感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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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疫情已经缓和了 但是还是呼吁大家 就像王教授刚刚说的 就说证明了 就说打疫苗绝对是有用的 大家一定不要放松这个防疫的措施 还有打疫苗